昨天的乌克兰首都基辅 又迎来了一位美国重要政客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到了 这是在继奥斯汀格布林肯之后 美国再次派出中两级的官员的访问乌克兰 纵观美国政坛 仅剩下拜登没有到乌克兰来了 美国政客密集访问乌克兰 同时向乌克兰释放强烈信号 那就是无论如何也要挺住 美国会不惜一切代价支持乌克兰 看来为了支持乌克兰拖垮俄罗斯 美国已经开始不惜一切代价了 大家还记得吗 就在前段时间 还是这个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突然宣布将窜访台湾上 而我们随即释放出了重磅信号 你赶来我们就敢招待 后果完全由美国自负 可能是怕引发中美两国巨大冲突 在宣布要访问台湾之后的第二天 在我们宣布要好好招待之后 佩洛西就宣布感染新冠需要隔离 推迟了台湾省的访问 而如今佩洛西突然出现在乌克兰首都基辅 为乌克兰总统责炼斯基打击加油 看来佩洛西又满血复活了 别看佩洛西只是美国众议院议长 但这老太太在美国政坛深耕多年 有着广泛的影响力 又和美国总统拜登是身交之友 所以他的一言一行在美国乃至于世界上 都有着不容小虚的影响 而当前台海形势愈假微妙 自身焦头烂额的美国 执意要点燃几场战争 来转移国内矛盾 来收割全球财富 连日来更是不断在台海制造事端 妄图把中国也拓入战争之中 如今开始出访的佩洛西 会不会再次宣布访问台湾 这是一个让人倍加关注的问题 美国在乌克兰加紧布局 而另一个欧洲大国德国也开始动作拼拼 德国总理舒尔茨开始了他的亚洲之心的访问 和德国的前任总理默克尔所不同的是 舒尔茨访问日本而不访问中国 德国和日本在此握手惺惺相惜 这一切像极了二战时期 日本和德国法西斯结盟 共同对抗世界的一幕 要知道如今的日本不但冲锋在美国反俄的最前沿 更是跟在美国的屁股后边 多次挑衅东方大国 相信这一切 德国心智肚明 默克尔执政德国之时 德国和中国以及俄罗斯的关系都相对融洽 德国更是抱着和美国翻脸的威胁 执意达成了和俄罗斯在北线二号能源项目 想通过这一项目摆脱对美国能源项目的依赖 德国也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时期 而如今这个德国新任总理舒尔茨 不但跟随美国的步伐一步一趋 在乌克兰越陷越深 与此同时更是在亚洲首访日本 对日本对中俄的政策表达支持 可以说德国这个现任总理舒尔茨 是在疯狂的玩火 同时就在今天 德国突然态度急转 再次表态成 不会有卢布购买俄罗斯的能源 这样一个被乌克兰反复打脸羞辱 甚至拒绝德国总统访问 还屁颠屁颠地给乌克兰捐款捐物的冤大头 为了制裁俄罗斯 德国政府甚至号召德国的民众多运动 抵御寒冷 并且一天指着两顿饭 来减少对俄罗斯粮食的依赖 为了制裁俄罗斯 不惜把自己的半条命都给搭上了 舒尔茨这次的日本之心 把默克尔多年来苦心经营的平衡中俄 疏远美国的德国国策 彻底给颠覆了 从德国总理舒尔茨出访日本 也表达出一个重磅信号 那就是西方国家正在加紧抱团趋暖 世界格局正在加速重组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曾经警告拜登称 要警惕德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都在增强军事实力 这对美国来说不是好事 日本和德国这两个国家军国主义思想的悄然复活 岂止是对美国不是好事 对整个世界来说都是一个坏消息 一场乌克兰战争已经让国际局势发生剧烈改变 随着乌克兰战争的白热化 随着美国和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摩擦和碰撞 再加上这些国家的铤而走险 一轮更大的动荡正在悄然袭来 而在这场动荡之中 我们即使想要独善其身 恐怕也会身不由己 当前我们能做的就是要握紧手里的打狗棍 随时做好突发事件的准备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其实对于俄乌大战 最初普京当然希望速战速决 普京的策略是全面出击 然而在美西方的支持下 泽连斯基按照美国的要求 要和俄罗斯战斗到最后一个乌克兰人 所以普京最初的策略其实没有完全达成 而后俄军开始调整策略 转而开始采取了一口一口吃的策略 于是形成了当前这种格局 乌克兰东部的战争是不是决战 客观上是的 俄罗斯希望吸引乌军到东部 然后一举消灭 但是乌军对俄军的策略 好像也是清楚的 所以并未摆出与俄军决战的姿态 如此一来 虽然乌东客观上是俄乌第一次决战 但乌军的策略是尽量把战线拉长 这必然使得东部的战争 是一个一步步完成的过程 这也就意味着战争的时间周期会拉长 但战争的结果不但不会改变 这对乌克兰来说 简直是灭顶之灾 因为如果俄罗斯速战速决的目标达到 乌克兰可能还能留下很大一部分地区 但现在恐怕乌克兰顶多留下一小部分 甚至可能一小部分都没有了 再或者说 以后可能没有一个准确的乌克兰了 我之前分析过 当俄罗斯控制乌克兰中东部地区后 尤其是占领了基辅后 必然会再向乌克兰西部推进 如果局势真的演变到了那一步 对北约 波兰 罗马尼亚来说 他们必然想采取关门策略 什么是关门策略 就是乌克兰最西部的那部分 那一部分是二战后 被苏联又波兰并入乌克兰的 北约只要把这块地方给拿下 一则政治上可以保持一部分乌克兰的活着 二则可以直接把波兰和罗马尼亚连起来 北约会冒着和俄罗斯战争的风险这么做吗 我认为当俄军打到了俄罗斯西部 很可能北约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为什么会这么判断呢 因为如果北约不用乌西部领土关闭被北约的大门 俄罗斯一旦控制了整个乌克兰 普京很可能会不再采取缓冲区策略 而是直接军事上控制乌克兰 然后将核武器部署到乌克兰最西部的地区 从而在战略上对欧洲和北约形成压制 把军事上俄罗斯的风险去大幅详细推进 而对北约来说 一旦俄罗斯真的把核武器部署到了乌克兰西部边境地区 那么这个力量就可能促使西边 与乌克兰接让的国家匈牙利转而导向俄罗斯 匈牙利是北和欧盟的成员国 这会让北约和欧盟有崩溃的危险 俄乌战争爆发后匈牙利拒绝跟随北约和欧盟 试想当俄罗斯把核武器部署到乌克兰西部会发生什么 北约绝对不会让这件事发生 所以关门策略是很可能被北约采取的策略 关门策略在地缘上把波兰与罗马尼亚连起来 把俄罗斯与匈牙利联手的可能性切断 如果真的在乌克兰西部爆发了俄罗斯与北约的直接冲突 那么俄军最终可能会在乌克兰西部接受北约的占领 但普京很可能在白俄罗斯向西打通 从白俄罗斯到菲蒂加里宁格勒的通道 这也就意味着俄军有可能介于北约冲突之际 占领部分波兰或立陶宛的领土 从而把菲蒂连起来 这种推演看起来好像有点遥远 但随着局势的发展 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所以俄乌这场仗少则可能打半年一年 直到俄罗斯控制了大部分乌克兰地区 多则可能战场扩大 持续时间更长 当然如果北约不出手乌克兰东部地区 普京的选项则是在控制了整个乌克兰后 在乌克兰西部建立总理政权 然后形成与西方的缓冲区 当然乌克兰首都还是基辅 因此乌克兰是否还能在未来一个时期存在 取决于未来俄军在乌克兰西部 进攻中北约的选择 如果双方选择冲突 乌克兰可能就要不存在了 到那时北约夺走的那一小部分乌克兰领土 将可能以乌克兰的名义再存在一段时间 然后并入乌克兰或被乌克兰与罗马尼亚分割 而俄罗斯扶植起来的新的乌克兰实际上也就不再是过去的乌克兰了